全世界一共有180多種法定貨幣 還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 各國貨幣間的兌換比例也不一樣 有些貨幣雖然也被上億人用來交易 但它的匯率卻非常低 本屆高套榜就判別了10種 不成最不值錢的貨幣 你們猜到有哪幾個嗎? 第十位 柬埔寨瑞爾 柬埔寨瑞爾是東南亞國家 柬埔寨的法定貨幣 最大面額為10萬瑞爾紙幣 最小面額則為50瑞爾硬幣 現在柬埔寨瑞爾是東南亞 柬埔寨瑞爾匯率第四地的貨幣 要588瑞爾才可以兌換到一塊錢人民幣 1953年柬埔寨在獨立後 發行了第一套法定貨幣瑞爾 但在隨後的數十年內 由於遭受了金融危機、政治腐敗 以及政變等因素的影響 導致柬埔寨瑞爾匯率連年走低 第九位 哥倫比亞筆索 哥倫比亞筆索是哥倫比亞的法定貨幣 最大面額為10萬筆索紙幣 最小面額是1筆索的硬幣 現在1塊錢人民幣大概可以兌換645筆索 其實哥倫比亞筆索以前的鈔票面額也是比較小的 有1、2、5、10、20、50、100、200、500筆索等9種面額的紙幣 但後來隨著1、2、5、10、20、50筆索的紙幣退出流通 又新增了1000、2000、5000、10000筆索等幾種大面額的紙幣 現在市面上有從100到10萬8種面額的紙幣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鈔票面額不論大小 尺寸都一樣都是14.0×7.0厘米 第八位 巴拉圭 瓜拉尼 瓜拉尼是南美內陸國家巴拉圭的法定貨幣 最大面額為10萬瓜拉尼的紙幣 最小面額則是50瓜拉尼的硬幣 現在大概1028瓜拉尼可以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巴拉圭於1940年發行首批法定貨幣 並在1960至1985年間乘以美元掛鉤 當時126瓜拉尼就可以兌換1美元 然而在隨後的幾十年里 巴拉圭當局先後發行了多個不同版本的鈔票 想以此來刺激經濟的發展 最大面額也從1萬瓜拉尼漲到了現在的10萬瓜拉尼 然而即便如此 瓜拉尼仍在脫離美元掛鉤後面臨嚴重貶值 匯率逐年向下走 變成了美洲大陸上匯率最低的貨幣 搞套榜賺助各種有趣的排行榜 如果喜歡這類視頻的朋友 不要忘了點贊支持一下 感謝感謝 第七位 幾內亞法郎 幾內亞法郎是非洲國家幾內亞的法定貨幣 最大面額為2萬法郎紙幣 最小面額為1法郎硬幣 現在大概花1225幾內亞法郎 可以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在法國殖民幾內亞之前 這個地方的人們通常以物物交換為主 後來由於法國的統治 幾內亞以及周邊國家的人 才開始正式使用貨幣交易 1958年幾內亞獨立以後 發行了第一套幾內亞法郎 後來因為和法國鬧掰了 於1971年廢棄法郎 改用名為幾內亞西里的新型幣種進行交易 到了1985年當局又重新發行了幾內亞法郎 但無奈與其他低匯率貨幣國家相同 幾內亞在高通貨膨脹的影響下 貨幣很快陷入快速貶值的酒精 到了本世紀初 幾內亞當局更加失意望為印鈔票 先後發行了1萬、2萬等大面額的幾內亞法郎 這也使它成功成為非洲匯率第二低的合法貨幣 第六位 烏茲別克索姆 烏茲別克斯坦的法定貨幣索姆 最大面額為10萬索姆之幣 最小面額則為1地英硬幣 以索姆相當於100地英 貨幣方面現在大概要1635索姆 才能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1991年 烏茲別克斯坦從前蘇聯解體中獨立 之後還一直使用著盧布 直到1993年11月15日 開始發行自己的首套貨幣索姆 但由於國內通貨膨脹率高 到了2013年 最大面額為1000索姆的紙幣 僅僅能兌換到0.6美元 到了2019年 烏茲別克索姆的最大面額變成了10萬索姆 最小面額卻為地英硬幣 價值僅有一美分的1萬分之一 一度成為世界上最不值錢的硬幣 真的不知道有什麼發行的必要 之後在2021年又發行了新版的索姆 雖然最大面額也是10萬索姆 但是匯率進一步下降 現在1635索姆才能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是世界上少數發行時間較晚 但匯率卻如此低的幣種 第五位印度尼西亞盧比 印尼盧比是東南亞第一面積大國 印度尼西亞的法定貨幣 最大面額為10萬盧比紙幣 最小面額則為100盧比硬幣 目前花2120印尼盧比 可以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歷史上印尼城市荷蘭及日本的殖民地 兩國在統治印尼時都發行了各自的貨幣 加上印尼坊間在爭取獨立的同時 也發行了國內首批印尼盾流通於黑市 所以在20世紀中期 共有多達三種不同的貨幣 在印尼群島之間流通 一直到1949年印尼正式獲得獨立 當地政府才得以完全掌握貨幣發行權 宣布印尼盧比為國內唯一的法定貨幣 第四位老挝基普 基普是老挝自1952年起開始使用的法定貨幣 目前是東南亞第三低匯率的貨幣 最大面額為10萬基普紙幣 最小面額為10亞特硬幣 一基普相當於100亞特 現在2500基普可以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老挝是東南亞唯一一個不靠海的國家 它們的經濟以農木業為主 19世紀末曾與越南及柬埔寨同為法國殖民地 並以法國發行的印度支那源為主要貨幣 到了20世紀中期老挝開啟了獨立運動 政府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 但隨即遭受了劇烈的通貨膨脹 以至於雖然政府在隨後的數十年內 數次進行貨幣改革 但老挝基普人逃不過劇烈貶值的命運 最大面額也從最初的500基普攀升至10萬基普 第三位 塞拉利昂利昂 塞拉利昂利昂是塞拉利昂的流通貨幣 它的最大面額為1萬利昂紙幣 最小面額為10利昂硬幣 目前3250利昂可以兌換到1元人民幣 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 位於非洲西部 由於早年間的內戰 以及官員的貪腐行為 塞拉利昂的主要經濟活動幾乎都已經崩潰 現在國內的經濟主要依靠豐富的礦產資源 塞拉利昂歷史上成為英國殖民地 於1961年獨立 1964年首次發行國家貨幣 起初利昂利昂還是比較值錢的 以利昂可以兌換到0.5英鎊 甚至比美元還值錢 但後來就垮了 利昂的匯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急劇下降 現在塞拉利昂利昂已經成為了全非洲匯率最低的貨幣 第二位 越南頓 越南頓是東南亞國家越南的法兵貨幣 最大面額為50萬越南頓紙幣 最小面額則為200越南頓硬幣 目前大概要3350越南頓才能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越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擁有超過9600萬的人口 它跟老國一樣 歷史上也曾是法國的殖民地 在脫離法國殖民獨立之後 越南還稱分南越和北越 兩個地方也分別發行了自己的貨幣 直到1975年越南戰役結束之後 南北越才統一成為了現在的越南 統一之後 新政府也於1978年發行了新的越南頓作為法定流通貨幣 然而在越南國內高通貨膨脹的影響之下 越南頓逐漸成為世界上匯率第二低的貨幣 第一位 伊朗里亞爾 里亞爾是中東國家伊朗的法定貨幣 現在市面流通的貨幣共有12種面額 最大的是100萬里亞爾紙幣 最小的是100里亞爾硬幣 實際上在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因面額過小 幾乎已經見不到1000里亞爾以下的幣種 目前 里亞爾跟人民幣的匯率是6000比1 也就是大概6000里亞爾可以兌換到1塊錢人民幣 與多數中東國家相似 石油產業是伊朗的經濟支柱和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 石油收入佔伊朗外匯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但由於長期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制裁 所以儘管伊朗擁有不信於其他石油國家的產油能力 但貨幣卻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不斷貶值 現在 里亞爾比排名第二的越南盾還低了接近一倍 成功融應全球匯率最低的貨幣 這其中美國的功勞可不小 好了 本期的搞號碼就到這裏 如果覺得我們的視頻還不錯的話 別忘了點贊支持一下 感謝感謝 再見